请说 徐先生 新北市 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其实我本来是不想 我只是想要投票 我不想打这个电话 但是我今天 就是这几天一直看这个 我刚才听那个卢淑伟讲话 我想请问卢淑伟 那个听说你家收集很多 那个观音菩萨 佛像对不对 那观音菩萨它是什么 慈悲为怀对不对 像我跟我太太两个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投入志工 那为什么会投入志工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 多重账的小孩子 心里挺好 多重账 那之前我们有一个 那个长账津贴 但是在我们伟大的马总统 当台北市之后 我们的长账津贴 给我们减免一千块 在弱势团体里面 一千块对你们来讲 可能没有什么 好像是零头 但是对我们弱势团体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有时候我觉得要扪心自问 马总统做得好不好 有时候做不好 要负责 要道歉 要忏悔 而不是一个人讲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现在换你们完全执政了 什么事情都托给马 陈水扁 为什么陈水扁下台 他做得不好 对不对 那现在换国民党执政了 你们还把事情都推给他们 梦想家呢 多少钱 我们看的真的是 我跟你讲 我们跟我太太做志工 投入帮助别人的钱 搞不好都比316块还多 所以不要再骗了 真的 现在我输在深蓝的地方 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 害他哦 真的是害他哦 所以拜托 不要再一面的替马英九讲话 那只会害了你们自己 观音菩萨都有在看 真的 因果利利不爽 谢谢 好的 我们谢谢许先生